这个本来我认为已经是胎死腹中了 可是就是说民进党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你本来以读不回 对于郭台铭来讲的话 你申请也好 反正我今天软钉子一直碰 甚至就给你拖 拖什么呢 一定要民进党买到的疫苗先于郭董 要民进党他买的疫苗大批进台湾以后 才会轮到郭董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突然有转折 第一个就是前几天 这个有一篇报道 杂志上报道 把这个郭董给抹黑了 我想惹怒了郭董 为什么 他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看到了广传 他说BNT不喜欢跟郭董打交道 因为他这个人很政治 所以郭董大概是买不到BNT的疫苗 抹黑直接惹抹黑郭台铭 你像郭台铭他今天跳出来 他自己掏钱 结果还要被这样子的栽赃抹黑 你诬蔑你说是可忍孰不可忍 钱的事情 我跟你讲如果说当时没有这些民进党里面这些派系插手的话 林全的三千万老早就进来了 我们今天没这些问题了 就是因为这里这些人想发国难财 那所以今天郭董那篇声明里面最主要几个字就是说 现在遭遇的问题是什么 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之争 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当时林全那个三千万的 就是钱搞不清楚 到现在还搞不清楚 这几句话的杀伤力之强 让这个基本上 陈时中就让路了 你就不要站这边当作这个拦路虎了 真正的老板就要出来了 所以蔡英文就当一个极为严重的政治危机 立刻处理 因为现在为什么 民怨太重了 虽然如果说郭董的疫苗 先于民进党政府买的疫苗 五百万剂到台湾的话 民进党也是崩盘 可是目前你惹毛了郭董 郭董跟你来硬的 跟你摊牌 你也是要垮台 所以是先垮还是晚垮 我想蔡英文 只好今天 等于说接受城下之谋 这个是情势所拨的 因为情势所破 所以我认为今天 郭董展现出来了 他的国际谈判 他在商场纵横数十年 成为台湾首富 他的条件 他的本事 跟他的胆势 今天都展示出来 你民进党政府算什么 我今天要救台湾人的命 你还敢挡吗 还要把我抹黑 老是不吃你这一套 美国是有人在急 就是说这些负责对台的一些官员在急 可是美国整体的疫苗政策 不会这么快 然后他对台官员其实现在一个说辞就露线了 他的疫苗不是基于人道 基于我们之间跟美国的什么民进党常说深厚的友谊 然后对台湾什么这种坚定的支持都不是 他讲的是什么原因美国的疫苗快点来 因为上次那个三个参议员突然在台北降落 然后三个小时撂了一句话 走人了 送什么疫苗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到也不知道 只知道有75万剂 对 你说你知道现在美国的主要论点就是说什么 他说他不是说台湾现在每天死了多少人 疫情多严重 我们的朋友水深火热 我们要救台湾 我们的朋友不是 他只有一个论点 他说我们要赶快送 因为如果大陆跑在我们前面的话 以后台湾就不听我们的了 台湾老百姓就不会把我们当朋友了 所以他是为了什么 这个疫苗是为了他要跟大陆来竞争 还以为美国是什么台湾的救世主 所有的东西 基本上我们从去年川普的时候的卫生部长亲自来 我们有跟他要疫苗 那是多久以前的事 那么要了那么久 你看美国给了韩国多少剂了 一百多万剂了 他莫多娜已经要跟韩国 已经要生产了 他送到这个印度 送到很多我们周边国家都已经送了 台湾敬培莫作 而且现在为了说服美国 决定疫苗要给谁的这个机制 像这个亚太这个亚太副助亲 因为他负责台湾业务 所以他也只好就 他们私底下都这样讲 他说你现在不给台湾的话 台湾就会真的 他会如果万一大陆的疫苗到台湾的话 那我们以后要利用台湾来对抗大陆的话 可能这招就行不通 疫苗政策不在他手里 是啊 对那你像这个 你像New York Times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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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啊 就是写的就是说 你你美国不给的话 万一中国大陆 现在天亮有说要给 对只是民进党政府还在那边挡在这里 可是台湾老百姓已经不高兴了 我现在疫苗 我现在疫苗是救命第一的 对那美国人讲了半天 只听楼梯响 不见人下来 中国大陆说你随时要 我就送来 所以他是在跟中国大陆竞争 跟我们台湾现在老百姓水深火热 一点关系没有啊 没有任何情感的 他是为了要制衡中国大陆啊 所以这个出发点我们要弄清楚啊 而且我认为你看他讲了半天 自由时报写这个东西讲到 好了几月底六月底是吧 那现在还有多少天啊 也没几天 这个美国的现货 他的Modonna 他的Johnson Johnson 他们自己报导啊 都过期了 还没得打 是 然后这个我记得那个 这个Mit Ronny 曾经代表共和党选议员的 他在美国的这个国会里面 讲了一句话讲什么 他说我们要赶快给台湾疫苗 台湾现在非常需要 他说台湾已经有人在提说 我们现在美国疫苗多的 连我们的宠物都可以打了 然后呢 台湾跟我们这样子求 这样子败 这样子判 你看一支疫苗都不到 这样子的话 将来你怎么还希望台湾 替我们美国人出力呢 怎么会帮我们 清甘情愿当美国人的马前卒 去抑制中国大陆的崛起 人家讲的就是这样子 这是美国人 你们都可以去查 是 美国的反正美国政府的话 他讲话都是变来变去的 都会为他的眼前的利益 眼前的政策目标 他讲这些话来配合 这个是美国是一向如此 那现在G20 G20的话 这个10月份要开会 那个时候我想 这个各个G20的领袖 大家都会去 所以见面机会很高 那现在就要铺陈了 那你知道美国 川普现在把他这个外交 跑一圈以后 我看他已经气喘吁吁了 因为他实在是 体力是负担蛮重的 毕竟年纪也比较大 年纪大 我看到他真的是负担蛮重 他现在回过头来 问题出在国内 国内的问题 美国国内的问题是什么呢 美国国内 他现在搞了什么 大基建计划什么 共和党都不支持 从2兆5000亿 到现在只剩下9000亿 还没谈妥呢 而且拜登现在声望往上走 拜登现在还在募款 然后他现在 他重点在哪里 我讲川普 现在还在募款往上走 他的目标是什么 明年底的其中选举 明年底的时候 美国的参众两院要改选 那现在 拜登他的民主党 都是只显胜超过一两席 参院超过一席 众议院也超过 很小的这个优势 他如果明年 这个其中选举输的话 拜登就提前跛脚 那他选举要胜利靠什么 第一个最重要 所有选举的最重要 靠经济 靠经济 现在美国的经济 处处都需要谁 都需要大陆 大陆可以给他 不能成事 可是败事有余 如果大陆今天 大量抛售美金的话 因为美债的话 大陆是手上持有非常多美的 大量抛售美债的话 对不起 美金可能就会遭受波动 美元或者贬值 或者怎么样情况 这个对美国来讲 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所以他现在 外交布局好了以后 回过头来就要搞经济了 经济就要找习近平 因为今天你做生意 你做搞经济 最要找的谁 要找大金主 今天全世界最大的金主 是习近平 你今天要市场 他有市场 要cash他有cash 对不对 所以我想在未来的 一段时间内 在G20开始之前 你会看到美国的政府 对中国大陆的调子 会不断不断的放缓 可能不是会一直走 可是他会营造一个好的气息 可是不要忘记 习近平跟拜登 在三个月以前 已经通过电话 是拜登跟任何元首 电话通了最长的一顿 谈了两个小时 谈了两个小时 所以他们之间的沟通 不是我们以为说 已经互不往来了 我认为之间的沟通 之间的接触会越来越密集 那么每个国家都只为自己利益 只有我们今天 我们在台湾被民进党大洗脑以后 都认为我们所有的鸡蛋 要放在美国这个篮子里就安了 我跟你讲任何国家 任何像台湾把一个所有鸡蛋放在美国这个篮子 不是安了那就完蛋了 所以民进党最好为我们台湾老百姓生命财产 他要做负责的话 他今天要把鸡蛋好好多分配几个篮子 再这样继续把鸡蛋都放到美国一个篮子 那真的到时候我们要付出惨痛代价 澳洲当时跟现在民进党一样 把所有鸡蛋放到美国的篮子里面 现在发觉美国态度在转 美国态度在转 他不是他就洒在那个地方了吗 他对内他就里外不是人 而且说实话 你今天当时中国大陆跟澳洲签这个自由贸易协定 大概有15%的这个红酒的税就免了 所以澳洲的红酒 这个葡萄牙在中国大陆横行无阻 那现在大陆给他加了200%的这个关税以后 那么这个酒的市场给谁拿走呢 美国 给美国拿走 所以澳洲替美国人当马前卒 自己的酒商酒庄一个个倒下去 你说这个Morrison他这个总理 他能够做多久呢 澳洲老百姓会讲说 你是不是头壳坏掉 对不对 做这种赔本的买卖 你刚美国人出力 结果呢 没有卫蒙其力先受其害 美国也没说你好 你得到你到底得到什么 澳洲本来就很安全 谁去威胁他了 没人威胁他 躲在南太平要不过得很好 一定要去招惹 一定要去把他的最大的这个买 最大的买家 把他当敌人来对待 你不要说换了是中国大陆 换了任何国家 基本上都会给他一点颜色 给他一点教训 他自找的嘛 这些竹子 这些竹子 都会给你 好 超